前總統馬英九 他上週提出了支持全民調之後 這藍白和進度 現在持續受到關注 而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他前一天受訪的時候就有提到 除了馬英九之外 還有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也表態支持全民調 他也說到這馬英九跟他想的是 比較接近的 就是要找到的 找出勝選比較高的機會來贏得大選 他說如果沒有藍白合作的話 至少要藍白和 那這裡說的是和平和諧的和 而過去有馬英九國師之稱的 律師陳長文 他也在媒體投書呼籲著 喉朱金要來先接受全民調 不然現在就可以氣喉寶科 他將要宣布要支持柯文哲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下鄉之旅來到南投竹山紫南宮參拜 另一頭藍白如何共推最強總統參選人 前總統馬英九助攻柯文哲開第一槍 挺全民調 國民黨他的戰略目標是贏得初選 但是沒有去管後面的這種總統大選 前總統甚至到一些韓國瑜市長 甚至其他一些國民黨的大佬 他們也看清楚說贏得大選才是最重要 即使許多大佬發聲力挺 國民黨內仍然出現分歧聲音 堅持民調必須納入政黨比例 柯文哲到現在位置沒有浪 國民黨一浪二浪三浪一次浪 你要內閣市國會就很重要 政黨勢力就很重要 更有媒體報導馬英九 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後 該coating黨中央提出的 德國市民調被馬辦打臉 我們的立場從頭到尾都一樣 就是我們認為 我們馬總統跟韓市長都認為 要用最短的時間內 用最一般人都聽得懂的模式 進行這個藍白河的整合 那就是全民調 眼看馬英九理念與自己相近 柯文哲再加碼要求 如果在與朱立倫會面協商 要讓馬英九來現場見證 我也邀請馬前總統來當一個見證人 這樣會讓整個 整個這種會議的過程當中 比較具有公信力 時間差不多啦不能再多了 大概就是這一兩天要把它解決掉 朱立倫主席也接受也同意的話 我想馬總統基於為了要下架民進黨 基於要藍白技術整合 馬總統也願意來配合 登記前一週最後倒數期限 馬英九丟出的方案都往柯文哲這方靠攏 也讓柯文哲有機會扭轉情勢 記者有純鈞和亭台北常報導 今天要來關注台北市長蔣萬安 今天上午到台北市議會進行專案報告 而議員王世堅揭露說 姬泰大職這周邊受害的民賊 都已經和姬泰簽了和建的協議 所以王世堅就質疑說 這是不是代表市民已經不信任台北市府了 台北市長蔣萬安對於台北市議員林嚴峰 拿出的不落跑承諾書 蔣萬安打哈哈沒有要簽 朱立倫韓國瑜侯友宜 如果你今天跟步上他們的腳步 你變成落跑的第四代你知道嗎 不是蔣家的第四代 蔣萬安對於政治議題左閃右躲 但市政問題必須好好面對 基泰坍塌戶受害的這35戶林房 他們已經全體都跟基泰建設達成和建的協議 民間認為給政府蓋變國宅 給基泰蓋是豪宅 基泰大直倒塌暗示發超過兩個月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揭露 蔡民現在寧願相信弄垮家園的基泰 也不想和市府啟動公辦都更 蔣萬安一邊聽一邊挑眉 似乎是在上演內心小劇場 而王世堅持續加碼要蔣萬安給出承諾 所有在台北市的建案建築執照 都一定要經過結構外審 這一點能不能做到 到底要不要將所有建案都納入結構外審 蔣萬安答應會在一個月內給答覆 不過比起一個月後 這禮拜六就要舉辦的大巨蛋測試賽更緊急 沒有任何的指引牌 也沒有任何的標示 向左走向右走東南西北在哪裡 壓力測試賽一萬多人 我們走下來怎麼走到這球場的 台北市議員陳怡君發現 大巨蛋球場內標示不清 可能會對民眾造成困擾 蔣萬安一口答應會要求遠雄改善 大巨蛋球場存在民眾 跨越多年的期待 同為球迷的蔣萬安得繃緊神經 替球迷們好好把關 記得廖凱成張宏萱 SNG小組台北暢報導